舌尖上的危机 喂 谁啊 瓜董事长 干嘛呢 今天周末 当然是休息了 什么 你都好几天没看一棵树了 还不快去干活 不然扣工资 让你和西北风去 和西北风 你还欠我上个月的工钱没给呢 我已经天天喝西北风了 你还让我去砍树 砍不砍都要挨饿 我还不如不砍呢 真是的 好饿呀 哎呀 光头强啊 我也是自己中准不过来吗 有理解啊 不理解 好 要不这样 我给你寄些吃的过去 等你吃饱了就赶紧干活 别再给我寄方便面 干脆面 火腿肠什么的 我吃的都快要吐了 来些天然食品 好好好 没问题 全天然绿色食品 好饿呀 可又是什么方便面吧 好漂亮的西红柿啊 尝尝 太好吃了 真好吃 你看 西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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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柿 这么多西红柿 好好吃啊 太棒了 来了来了 哇 好大一个西红柿啊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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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谢谢啊 好疼好疼啊 天哪怎么回事 脚怎么也变成这样了 不会吧 脑袋也变成西红柿了 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 脚 屁股 脑袋 还好 只是个梦 吓我一跳 这两天吃西红柿吃的太多了 看来得吃点别的了 光头强先生 您的快递 又 又给我寄西红柿 是 一看到西红柿就想吐 喂 光头强 是李老板呢 怎么样 这些西红柿够新鲜吧 最近还有好多寄给你啊 还寄西红柿 李老板呢 除了西红柿 还有没有其他的呀 这些西红柿都快吃腻了 什么 那是我老家 果圆采摘的 纯天然 无公害的西红柿 给你东西吃 还挑三解四的 别磨磨磨磨磨的 赶紧给我吃饱了去看书 好你个李老板 什么纯天然 无公害的西红柿 一定又是些卖不出去的 滋销产品 真气人 再这么吃下去 我就真变成 不行 绝对不能再吃西红柿了 可是 我也没有钱 买其他的东西吃啊 对呀 我可以自己种 好饿呀 好饿好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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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萌 你找到食物了 我发现好多好吃的 真的 这么多西红柿 好甜哪 这么好吃的食物 光头强居然随便乱扔 光头强 你知不知道浪费粮食很可耻啊 光头强 谢谢 光天大没有 不在家 光头强不在家 我们闯进去不好吧 嗯嗯 我们是有素质的猴子 就在这里等他吧 不错 味道真不错 光头强哪来这么多西红柿啊 据食品监察局指出 最近有一批不合格西红柿流出到市场 不法商贩用变质的西红柿 经过加工以刺充好 食用这种过期变质的西红柿 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 请大家挑选时一定要注意 行文不调 吉红柿 吉红柿 熊大熊二 不好了 熊大熊二 不好了 熊大熊 熊大熊 本王不行了 这是咋回事啊 熊大 本王刚刚吃了光头强家丢掉的有害食物 吉红柿 吉红柿 光头强 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嘞啊 虽然样子丑了点 不过自己种的蔬菜 吃起来放心多了 好嘞 继续 这 怎么 包东强 瞧瞧你都干了些啥 你把有问题的食物到处乱丢 看看鸡鸡都成啥样了 什么 不会吧 鸡鸡公王 鸡鸡 你振作点啊 我亲爱的子民们 本王看来是不行啊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相处啊 鸡鸡 鸡鸡 熊大 本王家里还有几根香蕉 你们几个记得吃啊 鸡鸡公王 你可不能丢杂毛毛不管啊 这么严重 鸡鸡鸡 还不是因为你 因为我 这是 就是因为吃了你乱蒸的西红柿 不对啊 那些西红柿都是李老板寄给我的 根本没什么问题啊 我都吃了好多呢 没问题 那是啥原因啊 再说我是放在自己家院子里 没到处乱丢啊 哎 毛毛 是 是在光头墙家院子里发现的 毛毛 你这跑去别人家偷吃东西 和小偷有啥区别啊 哎 你真是的 现在就急急要紧了 光头墙 你快想想办法呀 快把我下来 哦 太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光头墙 我是过夜的 你们吃了我的东西 还来指责我 你们这些动物 真是太欺负人了 哼 我不帮忙 求求您 求求奇迹国王吧 求求你了 这可咋办呀 这这这 哎呀 小二你安静点吧 这可咋办嘛 好吧 我就帮你们看看它吧 体温正常 心跳也正常 奇迹国王 你看看啊 臭啊 定情咋样 奇迹还有救吗 这个嘛 有些负账 嬷嬷 奇迹到底吃了我多少西红柿 一 二 三 四 五 十 十五 哦不对 好像吃了三十多个 什么 那可是我一个星期的粮食啊 我看这是撑着了 消化不良 没什么大事 真的 熊大 他熊大 他熊大都被他吓破了 熊大你冷静点 既然没事 那你为啥一时昏迷不醒啊 那个 本王不是以为这些西红柿有问题吗 我肚子好胀啊 奇迹国王 奇迹国王 猫猫以为奇迹国王 要丢下猫猫不管了 好了好了妈妈 本王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好想哭 哦 对了光头强 既然李老板给的食物没问题 那为啥你还要自己种啊 李老板拖欠我的工资 说给我食物当工资发放 结果 他挤来的全都是西红柿 西红柿 还是西红柿 最后我连做梦都梦见自己成了西红柿 弄得我现在 一看见西红柿我就想吐 所以我自己种了些白菜 茄子 还有黄瓜 来换一换口味 而且自己种的瓜果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尝尝 太好吃了 那当然了 这可是我心情耕种的成果 人呢 人呢 太好吃 谁都给你们吃了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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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让人家再睡一会儿呢 赶快去 别懒了 一天才睡十八个小时 那儿够嘛 诶 诶 小青蛙 小青蛙 你在哪儿呀 香蕉皮 谁愣扔香蕉皮 熊儿 嗨 姐姐 你们咋能乱扔香蕉皮呢 哈哈哈 本王爱往哪扔就往哪扔 哼 谁也管不着 对 管不着 对对对对 你们咋能这样呀 随地乱扔垃圾 太不文明了 懒得理你 猫猫 咱们走 嘔 鸡鸡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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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儿吧 熊儿 鸡鸡公王 你快醒醒啊 鸡鸡公王 你不要吓猫猫 小朋友可不能乱扔垃圾咯 鸡鸡公王 你醒醒啊 哪还有吃的呀 到处都找不到 好漂亮 花魁蝶 别跑 等等啊 熊儿 你追不着我啊 熊大 别跑 你来抓了呀 找不到 找不到 散开你了 熊儿 你又饿了 别跑 抓到你了 没抓到 熊儿 慢慢抓啊 安定尾巴 安定尾巴 吃饱了 熊儿 你看你的眼儿 小娘 熊儿 再不回去 妈妈会担心的 熊儿 别再看了 这小鸟有啥好看的 熊大 你说阿姆能不能也像小鸟一样住在树上呀 这样阿姆就可以跟小鸟一起玩了 当然不可能了 小鸟是小鸟 咱们俩可是熊 熊和小鸟是不一样的 咋可能住树上呀 谁说熊不能住树上的呀 好了 回家了 再不回家妈妈要生气了 不用回家 闹了熊 又要再不回去 天都黑了 你咋这么酱啊 哥哥的话都不听 这是啥 啥呀 好像是 人类的脚印 啥 人类的脚印 你 熊大 又浪就 也怕 别怕 熊 主要有个熊样 别 想坏了 熊大 你说阿姆现在如果在树上该多安全呀 你咋又急这事了 本来就是嘛 在树上更安全 可以跟小鸟子临近 还有 阿姆以后出来玩就有避难所了 这个 熊大 阿姆就当一个树屋嘛 好不好嘛 好吧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耶 熊大最棒了 好了 别到了 熊大最棒了 这事可不能让妈妈知道 雨停了 咱们先回家吧 明天再大树屋好不好 嗯 咱们先回家 好 绑好了 不绑你了 还是在这通 呦 Nir 哈哈哈哈 favorable f ready 嗯 是 staan 噢 熊大 熊大 快救救啊 嘿嘿嘿嘿 嘿嘿 熊儿 树屋还需要些树枝 俺们一起去找吧 嘿嘿 好嘞 嘿 熊儿 就先不要玩了 天都会黑了 俺们快把这些木头拿回木屋 然后该回家了 嗯 好 不知道这么晚回去 妈妈会不会生气啊 好漂亮啊 熊大 你快来看 那叔儿 熊大 你快来看呀 熊儿 快快过来 熊儿 蹲下 熊大 你 是路过你 救我 熊大 他追过来了 熊大 怎么办呀 大老上不来 俺们赶紧走 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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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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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 跟来哩 狼的叫声就是从这边传来的 抓住他 抓住他 快追啊 抓住他 别受 快点 快点 好像就在那边 别让他跑了 狼好像走了 狼应该往那边去了 紧那儿 快追啊 坐脸吗 别说话 在那边 快追啊 永儿 叫你出来找吃的 你发啥呆啊 兄弟 你看 这 难道是 咱们小时候 是啊 这是俺们小时候 待的树屋 咱们小时候 待的树屋还在啊 熊儿 熊儿 你看 我们找到藤条 太好了 好了 熊儿 准备拉吧 全新的树屋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带了水果 大伙进行的吃吧 哇 这么多水果 好吃 小大 听说你们在这个树屋发生了很多故事呢 熊儿 你讲给它们听 我们小时候在这儿遇到了好多 快看 有流星 哇 我只是想打口井 轻空万里 葡萝 葡萄肯定大丰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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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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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的叶子怎么都枯萎了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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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气 难道旱季快到了 旱季 都枯萎了 啊 啊 如果旱季到了 一直不下雨 无水都干了 只剩这点水了 这可怎么办呢 光头讲啊 光头讲 给俺点水喝吧 给俺点水吧 熊大熊二 给点水啊 这 哎呀 快点 光头讲啊 不行 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可是 可是要怎么办呢 听完这首欢快的熊猪莫主地群 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 那就是 怎样在干旱的地区 找到地下水 找到地下水 首先呢 要带好工具 最好有一个锄头 万事俱备 万事俱备 什么两山夹一沟沟沿有水流 这里一座山都没有 如果有一块地方的蚂蚁特别多 那下面也会有地下水哦 蚂蚁这种生物啊 对水特别敏感 它们会寻找有水源的地方 蚂蚁 这个容易 蚂蚁 在这里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呸 呸 呸 如果一直挖下去 土壤会变得越来越潮湿 蚂蚁也会越来越多 这一点也不潮湿啊 难道还不够深 继续继续 这 这是什么 谁把蜂蜜买在这儿的 难怪那么多蚂蚁 走开 浪费我的时间 兄弟肯定是骗俺的 蜂蜜买在地下 蚂蚁咋可能吃得到嘛 这 蜂蜜 是谁偷懒的蜂蜜啊 是谁 这个脚印 光头抢 好啊 竟敢偷懒的蜂蜜 怎么挖出一堆蜡蜜呀 一大大 二大大 三大大 四 到底是谁呀 光头抢 你在干什么呀 喂 光头抢 你怎么能乱挖空呢 树都快被你挖倒了 真烦 光头抢 快点停下来 停下来呀 快点停下 他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行 我得赶紧告诉熊大去 我 我储备的萝卜 都被光头抢挖走了 还有我的地下室 也被光头抢破坏了 我每天都在那棵树上做早操的 结果 才有矮的蜂蜜 兄弟 你快想想办法呀 咱们得好好跟光头抢说道说道 说了根本没用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根本就不理我 兄弟 光头抢不会是生病病糊涂了吧 这 奇怪了 光头抢咋突然间这样了呢 俺有个主意 来来来 熊儿 你说光头抢真的会被咱们挖的坑吸引吗 所以说嘛 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光头抢到底有没有生病 光头抢过来了 要湿润还要有蚂蚁 我哪找这样的地方呢 一个大坑 下去看看 说不定能出水呢 怎么这么滑呢 湿润的泥土 蚂蚁 肯定是湿润的 是这里 锄头 我的锄头呢 我这骑女找驴啊 光头抢确实是病了 真可怜 这种病你要怎么治啊 咋治 让你想想哈 想出来没有 用啥办法呢 那咋有个凉棚呀 好像是个葡萄架 葡萄 那我们别吃别想办法吧 熊儿 不许是人家的葡萄 真的有水 真的有水 这下子不用担心干旱了 熊儿 你口水流地上了 熊儿 那不就吃点葡萄吧 真的是又热又渴 这 你们俩也 好吧 咱们就吃几串 回头啊 咱们拿点水果蜂蜜啥的 补偿给人家 不过 不许吃太多啊 耶 辛苦了 这个不错 蹦蹦的办法不好 应该往光头墙闹门上 放块冰降降温 肯定马上好了 刻着大热天的 去哪弄冰块啊 要不然 把它弄到 镇子上的医院里试试 那可不行 咱们还没走过去呢 就被人发现抓起来了 马上 马上就有滴下水了 加油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的 你们到底想没想到电子吗 这个 你们看 好大一个喷船呢 在哪儿呀 好多好多水呀 是光头浅 他玩得挺开心的呀 这点子 他是咋想到的呀 走 咱们看看去 等等啊 这个坑是谁挖的 你们真不讲义气 那个 其实 鼠啊 你太棒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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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二年 你熊 多亏了熊二呀 我们找到了地下水 这下就不怕旱季了 旱季 是啊 旱季马上要到了 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地下水 结果熊二挖的这个坑 一下子就挖到了地下水 熊二你这次真的立了大功了 原来你之前是在找地下水 俺们还以为你病了 大功了 为了庆祝 我决定请大家吃我种的葡萄 葡萄才刚熟 我都没舍得吃呢 吃葡萄 吃葡萄去喽 你说到吃的熊二跑得最快了 熊二怎么知道我种的葡萄在那边 糟糕 原来是光头强的葡萄 我们还是快跑嘛 你们吃了我种的葡萄 看的是熊二最先发现井水位置的份上 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来来来 吃吧吃吧 好美味啊 汪总侠 俺们粘了一些水果花叶 咱们一块吃吧 没问题 但你们明年得一起帮我种葡萄 好啊 来来来 为啥是俺来大睡呀 俺也要吃冰葡萄 竹蜻蜓事件 哎呀多好的天气啊 熊二把不要的东西都清理出来啊 知道了 不要的东西 不要的东西 丢掉 丢掉 哎 哎 哎 的蛋弓 收着 这是个啥 就就的 看着也不好玩呀 哎 就坏了呀 哎呀丢掉了 嗯 差不多了 总算把草戏给弄干净了 好天气啊 就适合大扫除 哈哈哈哈 哎呀 熊二啊 要你收拾一下 你也不用弄得满地都是垃圾吧 哎 这是 嘿嘿 好了 嘿嘿 看着真正洁 让熊大过来看看 肯定会表演俺的 熊大 俺收拾好了 你快看 这个 这个是咋回事 啥 哦 看他太旧 没啥用就扔了 谁叫你扔的 你知道这个竹蜻蜓对俺多重要吗 嗯 俺不知道这是你的呀 不好意思熊大 哎 算了 哎 哎 熊大 熊大 你别生气好不好 哎 熊大 别生气嘛 哎 哎呀 哎 哎 不就是个竹蜻蜓吗 俺都说了不是故意的 也太小气了熊大 哼 小气 长这么大 你总是想干啥就干啥 从来都不及别人的感受 熊大 熊大 你真的是太让俺失望了 你就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子 只顾自己 才不是你 不是 那这是啥 啊 你把你自己的玩具物品哈 都收拾得好好的 一个都不少 俺的竹蜻蜓 你却连问都没问 就把他当垃圾给扔了 你还说你没有 好 不不你给俺平平理你平平理呀 你说熊大他凭啥凶啊 俺又不是没干活他就那么说啊 嗯 再说了 俺都摔跤了 熊大都没关心俺一下 就注意他那个竹蜻蜓了 那个 不就是个竹蜻蜓吗 熊大分明是对俺有意见 熊 你要 你知道这个竹蜻蜓对俺多重要吗 你想想啊 如果你很在意的东西被别人弄坏了 但那个人却不道歉 还狡辩 你会不会难过呢 难过 一定很难过的 所以啊 熊大一定很伤心 嗯 然后呢 俺要跟他说对不起 你 啊 啊 啊 为啥吧 俺那竹蜻蜓为啥老实你还不好啊 不行 俺一定要弄个竹蜻蜓回来 嗯 天天都看书 真无聊 熊二 就熊二一个 熊大呢 嗯 嘿嘿嘿 原来只有熊二在 那我就不怕了 逗逗熊二去 嘿嘿嘿嘿 咋弄啊 咋弄啊 嗯 一定小 嘿嘿嘿 加了果汁的蜂蜜 应该够年了吧 嘿嘿嘿嘿嘿 呦 我真的要砍书啦 这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啊 原来是个竹蜻蜓啊 竹蜻蜓嘛 咋这么难做嘛 这个 我可以帮你做好哦 嗯 爹爹 你咋在这儿也过头抢啊 我来了很久了 听我说 嗯 我可以帮你做一个竹蜻蜓 那太好了 快点快点 先等等 我有个条件 条件 啥条件 俺都答应你 最近我家里很乱呀 俺可以帮你打扫屋子 嘿嘿嘿嘿 好 成交 来 跟我走 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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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二啊 熊二一定是俺的气了 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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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就拜托你了 我在院子里做竹蜻蜓 你放心吧 好吧 开二爹 左叉叉 右叉叉 左叉叉 右叉叉 左叉叉 左叉叉 嘿嘿嘿嘿嘿嘿 没想到熊儿喂了一个猪蜻蜓 还是蛮拼的 这样就差不多了 其实打扫卫生也不是很难嘛 以后就可以好好地帮熊大打扫了 熊儿 熊儿啊 你在哪儿 这熊儿到底跑哪儿去了呀 早知道这样 就不该为了朱星亭的事发这么大的火 这是 光头强家 去找找看 又喝 光头强竟然在做竹蜻蜓 要是他不去砍树 每天待在家里该多好啊 看来熊儿不在这儿 光头强 光头强 屋子就快打扫好了 干得不错 熊儿 自己家里收拾的乱七八糟 现在竟然帮光头强来收拾家 我再去收拾会儿哈 好的 熊儿 好啊你 自己的窝不打扫 跑来帮光头强打扫了 熊大 我可没有砍树 这个给你 你们慢慢聊 我还有事要忙 熊大 好啊熊儿 快俺到处去找你 结果你跑到光头强家干活儿来了 看俺白白担心你一整天 太让俺失望了 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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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俺 等等俺熊大 熊大 你别生气嘛 俺去光头强家打扫屋子 是为了让光头强给俺做个主蜻蜓 主蜻蜓 嗯 你看 啊 嗯 嗯 熊儿 你知道 俺为啥这么在意主蜻蜓吗 这个 为啥呀熊大 因为这个主蜻蜓里面 有咱俩共同的回忆 非喽 主蜻蜓 俺的主蜻蜓 说熊大 熊大 别哭了 俺去帮你拿下来 熊大 你当心点 没事 放心吧 拿到了 快飞下来 飞下来 熊大 熊大 快飞过来 好嘞 飞起来了 飞起来了 好高呀 对 这 被子 被子 我的被子去哪儿了 我的枕头也不见了 我放在这儿 臭袜子破骨子了 这都哪去了 一定是被熊大给扔掉了 熊大 你快给我还回来 啊